因為我不在乎 別人怎麼說 我從來沒有忘記我 對自己的承諾 對的執著 直到 我以為的愛不是夢 我認識你我每次找 舞台上沉浸於表演氣氛中的三位大男孩 分別是專業輪椅舞者鄭自強 以及市長的胡家宇張哲瑞 原本生活是平行線的他們 四年前因為熱愛表演在夢想者聯盟相遇 因為我本身是市長 然後一開始其實大學畢業就是在做案 但是其實從小到大 就一直很喜歡聽到人家的笑聲 也參加了很多社團的活動 然後直到我有朋友介紹 我們夢想者聯盟的訓練 聽見星光的前身那個課程 希望能夠 是不是能夠改變一下自己的人生 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子的 千萬別為自己好像前面 除了一道牆 好像這一輩子就是長這個樣子 像夢想者聯盟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越來越喜歡看不見自己 2012年身心障礙藝文推廣協會 為了讓具有表演熱誠的身障朋友 站上舞台 開設兩屆聽見星光身心障礙者 流行音樂培訓課程 和一個梯次的歌唱班 再從中選出12位學員 組成現在的夢想者聯盟 在夢想者聯盟的背後 還有從事藝術行政啊 或者是錄音工程等等工作 或者是有些當時的學員 也成為現在的DJ或主持人之類的 走在一個沒有人走過的路 其實人會彷徨 我也是 我一直在講 那真正想你現在這樣子跳舞 你以後還有人看嗎 那時候我看到這麼多夥伴在這邊 他們也為自己的夢想 這樣去努力去實現 你不會因為很多限制的關係 而放棄自己 這樣子彼此互相 鼓勵跟打氣 這才是我覺得 能得到最棒的說明 夢想者經過無數次的課程和培訓 站上屬於他們的舞台 同時也期望藉由表演 讓藝術無障礙的精神 一代接著一代傳承下去 感謝你一直陪著我 一起探索好愛美中 一個人的快樂不會有兩人多 有了你的快樂我才值得訴說